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广州北京路啊 今天时间是2024年7月18日 晚上的9点22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北京路的现状吧 可以看到起起起客啊 挺多人的吧 没想到这么晚了 北京路上面还这么多人 有点出乎意料 不愧是广州排名第一的步行街啊 对于北京路大家多久没有来逛过了 现在北京路可以说是广州商业假期排名第一的步行街了 也变成了很多外地人心目中广州唯一的步行街了 已经忽略了上下旧的存在 在这边就是北京路的美食街 可以看到这个美食街上面啊也是人山人海的 看到没 美食街我们就不逛了 这个视频带大家一起逛一下北京路吧 太多人了 现在7月份啊 进入了暑假期间了 每一年的暑假 广州都是一个十分热门的旅游城市 所以就喜得这个步行街啊 比武器出家的时候啊 多了很多人 也多了很多年轻的脸庞 跟很多小朋友吧 从此也多了很多美女 因为全国各地的美女都跑来广州旅游了 还有外国人啊看到没 因为最近我看了新闻啊 说有很多外国人 来到广州旅游 来到我们国家旅游 看前方又是外国人 这个步行街算是来到广州旅游 如果不来北京路 算是白来广州啊 不过我建议 如果来到北京路的话 最好去附近逛逛吧 因为附近 有广州的南越湾博物馆 就在前方的不远处吧 那个博物馆 算是一个渔址吧 因为南越湾的完工啊 就在那里 还有来广州旅游的时候啊 我建议住在这里吧 因为北京路去广州任何一个景点 景区都是比较近的 好像是阿拉伯人 不像是中国人 先逛一下这边 这边虽然不是北京路 这条路叫做四湖路 这条路的话是广州百年花街来的 如果想看一下广州花街 过年的时候啊 就好来这里逛逛走走 挺有氛围的 还有眼前这里啊 就是广州西方有名的大博士 看眼前就有很多人在不断的拍照 美不美 美不美 这个大博士啊也是一座千年古叉吧 历史也很悠久了 前方就不逛了 我们一起 往北京路逛 虽然是晚上九点多 但就沿流量啊 不减反正 这就说明广州的夜生活啊 是挺不错的 广州的夜生活在全国来说都是数一数二的 又是两个外国人 很多人在看这里 这里就是当时的一些鱼子吧 看到没有 明大路面 这节一集也说明了北京路 其实很悠久 还有就是广州北京路啊 我觉得先对别的城市的步行街来说 少了一些娱乐节目吧 我去长沙的时候啊 他那个黄星路步行街上面 有很多一些表演或者是干嘛干嘛的 就增加了整个步行街的一些 可看镜 但是看回下广州北京路 就纯粹是一条步行街 没有任何的表演 也没有任何的一些 节目吧 这样有好也有不好吧 还有就是北京路的话不是很长吧 到前方就结束了 这里又是一些鱼子 北京路古道鱼子 看到没有 它是2002年的时候发现的 然后经过发掘考证 一共有11层 最底下一层就是唐代的 距禁的话都有3000年历史了 走在这上面啊 反复一过去重叠了 不敢相信 古代的路面 还能保存下来 外国人 也是外国人 真是挺多外国人的 这里不行街的话 可以说是一条国际不行街了 很多人在拍拍拍拍 不在拍这一块屏幕 这一块就是广州第一块的螺眼三菱大屏 我觉得这个效果啊 先对成都的那一块来说 差一点吧 但总的来说还可以 哇 外国人也在拍啊 都对这一块屏幕比较好奇 好了 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